hello 欢迎学习爬中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个css选择器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如何将这个css选择器 放到这个beautiful sub当中去使用 好吧 好 那么这边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帐码 这地方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 叫做demo3.py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文件当中去把 去讲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已经把那个交手架下方的代码 就是把这个beautiful sub 把这个给导入了 然后把那个腾讯招聘的 那个职位的一些证的代码 也把它给拿到这个地方来了 然后把我们上几个跟大家讲的这个什么呢 跟大家讲的这个几个需求 也把它给拿过来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要去实现这些需求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需求 这个需求是不太好做的 行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时候再跟大家讲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是要获取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tr标签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个soc下面这个什么 首先要建立一个soc这个对象 soc的这个beautiful sub 然后是这个shdml 然后是这个lxml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执行这个 要去使用这个sensus写的去的语法 去来做第一个事情 做第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要用的一个函数 就叫做这个stack方法 就叫做stack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写 那么就是soc点声的stack seect 那么这个stack的当中该写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stack的当中的这个语法 就跟你刚刚上这个 跟上上这个 你在那个shdml代码当中 那个语法是一般样的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是要选择所有的tr标签 那么这个地方就写个tr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tr标签 把它给选中了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是等于这个trs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有的东西可能会想是吧 老师你之前在css的请示器当中 除了这个地方给个tr 后面不是还有一个花花吗 为什么这个地方你不写这个花花呢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html代码当中 我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的shdml当中 其实前面这部分的话 才是真正的trs的选择器 后面这部分的话 只是什么呢 只是我要写一些这样的属性 将这些属性应用在这个trs的选择器上面 所以后面这部分的话 它里面 后面这部分 它的目的是去包裹这些属 它的目的是去包裹这些样式 真正的选择器 真正的trs的选择器 能够选择这个标性 只有前面这部分 只有前面这部分 好 那么我们这边 它就不需要去写这个花花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打一下 for tr 英什么的trs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tr 然后的话 paint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给个等号 然后的话乘以30 对吧 我们加速逢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可能加来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tr 全都把它给选择它 对不对 那么这种选择选择出来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跟我们之间使用的这个 findout的这种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吧 对一模一样的啊 而且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它返回来的这个tr 它也是一个tag 它也是一个tag类型的吧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type 是那个tr 是type这个把这个tr给进去啊 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吧 那么的话它是不是也是这个tag类型啊 对 对就是说不管你使用的是这个findout find的方法 还是使用的是这个stack的方法 那么它返回回来的这个啊 这个东西哈 里面这个值的话 它永远都是这个tag的数据类型 好吧 永远都是tag的类型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第一个要求就是啊 获取所有的tr表情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是获取第二个tr表情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s选择选择选择当中啊 确确实实是可以有那种什么呢 获取第几个啊 标签的 但是那种预法的话啊 写起来会比较麻烦 如果你不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形状 不是很熟练的吧 不是很熟练的话啊 你可能写写写写写完以后啊 可能过几天你自己都不认识了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推荐大家去使用那个啊 使用那个使用那种预法了吧 啊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爬虫领域的话 我们啊啊 就没有必要搞到那么麻烦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番就直接sof点那个什么sector啊 然后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天在标签把它给找到啊 然后他反馈的是个列表 那么你要取第二个的话啊 这个列表它是从下边开始的 所以我这里面给个一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值把它给取出来了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反馈的是那个呃 trs啊 trtr等于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这个tr 可能加上可能加了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把第一个tr 那个标签把它给写出的 把第二个哈 应该是第二个把它给写出的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就跟我们那个翻到二方法是一模样的啊 一模样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那个 呃 它的类类是该怎么就写 是不是应该给个点好吧 然后的话这个一文啊 一文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tr啊 class是等于一文的这个tr表现把它给选择了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fortr英成的trs啊 来打一下这个tr可能加锁 在可能加了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那个什么呢啊 一文的这个tr表现把它给选择了对不对 看到没有啊 都把它给选择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呃 选择class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不用给这个tr表现 因为呃 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哈 呃 class是等于一文的这个标签只有只有这个tr有对吧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使用这个呃 点class的这种形式啊 那么其实也可以什么呢 其实也可以将这个class当成一个属性的方式把它给选择出来 对吧 我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可以这样就写啊 呃 这样吧 可能加低负率分 哎 可能加的负率分啊 然后这一番 就是这样啊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就写的吧 就是首先要获取的是tr表现 这的话他有个属性就是这个class 他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一文啊 因为一案对吧 可能加什么呢 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所有class能以我的这个标签把它给选择了 对 因为呃 这个class它虽然是比较特殊 但终究到底他也是属于这个tr的一个人的属性啊 也一个这样的属性 对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是呃 第三个需求啊 第三个需求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需求 第四个需求是将什么呢 呃 所有id是等于test 并且class也是等于test 这个a标签把它给选择了啊 呃 那么这个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呃 census写字器当中没有办法实现这个需求 好吧 在census写字器当中 你要么就是说根据id刷 要么就是根据这个class 你不能说两个进去一起插着啊 那么这个的话实现不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给上掉啊 然后就是第四点啊 这是那个第五点啊 好 那么接下来要获取所有a标签的hrf属性啊 好 那么要获取所有a标签所有的hrf属性的话啊 这个的话 在我们的css选择器这一层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 在css选择器这一层 它是没办法实现的 但是放在我们的这个beautifulsoft当中 我们有办法选我们有办法实现 怎么实现呢 在我们的beautifulsoft当中 我们首先先可以选中所有的a标签 对吧 先选中所有的a标签 然后的话再便利啊 所有的a标签 再从这个a标签当中去选择这个hrf属性 那么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给选中呢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a类似的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of.seucd 选中所有的a标签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再编一下a 而是因a类似的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一下这个什么呢 来获取一下啊hrf等于这个a 通过这种方式hrf来获取 对 这两种方式是不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看到在这个笔记 是不是还记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获取标签的属性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获取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啊 对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 我们先用这个三次选择器 先把这个a标签把它给选中出来啊 再在我们的这个beautifulsoft这一层啊 使用这种方式把它给选中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打按一下啊hrf 可能加什么呢可能加人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把它给选择出来 对对啊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把它给注射掉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是下面一个下面一个是什么呢 呃 是呃 一个综合性的 对吧 就是将所有的职位信息把它给提出来啊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啊 也是在三次选择器当中 其实呃 三次这个层面啊 其实要做的事情不是很多 也要做的就是在使用那个beautifulsoft来做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要获取所有的职位信息 那么这些职位信息是不是在这个tdtr标签下面啊 对对 那么我们站在sense选择器这一层的话 我们首先先可以把所有的tr标签把它给选中 对对 那么就是trs啊 能这个soft.s.s stack 然后是这个tr标签 这的话是可以把所有的tr标签把它给选中 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辩计一下tr英神的trs啊 接下来我再通过这个tr拿到什么呢 来到所有的那个字符上 那么上几个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们怎么去获取一个标签里面的字符上 是不是有这么多种方式啊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呃 string啊 然后的话还有这个strings啊 还是个strings对吧 这个string的话是它是只会获取到呃 一个标签下面的直接文本啊 那么strings的话它是会获取一个标签下面的所有子孙呃 字符上对不对 但是这个strings的话 它会把所有的字符上都把它给获取出来 其中包括一些真的扣白字符啊 而我们的这个strip的strings的话 它会或它只会去获取啊 这个某个标签下面所有的子孙字符上 并且会把那些呃扣白的字符把它给删掉啊 那么这个get text的话 就相对是什么呢 啊获取所有的那个呃一个标签下面所有的子孙字符上 但是的话哈 这个东西它是以那个纯文本 就是以那个纯文本的方式反馈啊 前面这两前面这两个的话 它是以那个什么呢 是以那个呃 是以那个啊 那个迭代器的方式啊 生日器的方式把它给反馈对吧 啊 那么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区别啊 那么这个地方来到的哈 拿到这个tr标 拿到这个tr 这个tr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tag标签对的就是一个tag标签 其实就跟我们上几个啊 讲到的这种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就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你便利这个tr这个地方拿的时候啊 拿到这个tr 其实就是一个tag标签的对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使用这个tag标签下面的strain streets streets stripe的streets 以及get text这些方法去获取 呃这些标签啊 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直接使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就是那个什么呢 呃 tr的那个stripe的stripe的stripe的那个stripe的s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呃 把那些非空白的那个呃 字符全部的把它给拉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的话就是inforce啊 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这个inforce 同时加什么呢 同时加联一下 呃 这是一个生存器好 我们要把它给装个列表 其实我们就录死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职位信息也把它给达出来的 对不对 好啊 那么这个的话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虽然用到的是三四次选择键啊 但是其因为我们是基于这个beautiful sub啊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三四次选择器这一层他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少 他只不过是把这些标签网的给选择出来 那么如果你想要去获取这个标签下面的这些纸的话 你还是得通过这个beautiful sub他给你提供了一些这样的api 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接口对吧 比如说提供的是这个strip的strength对不对 好 那么的话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理解的需要理解的啊 其实选择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这个三四次选择器的功能 而是这个beautiful sub他自己的功能对吧 前面这部分你到底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呃 什么样的方式 你是使用的是fund out的吗 还是使用的是这个三四次选择器呢 这个关系真的不是很大的吧 关系到后面的话使用的这个beautiful sub提供的这个api 来把它给换取出来的对 好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呃三四选择器的这部分语法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边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做个笔记啊 那个beautiful sub beautiful sub 中使用什么cns选择器啊 在beautiful sub 就是个字符中啊 要使用cns选择器啊 那么应该使用什么呢 应该啊应该使用那个啊 beautiful sub sob点那个sd i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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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对吧 方法 然后的话 再应该啊 应该传递一个c s 选择器的的字符创给什么呢 给sdacd方法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set这个方法 以这个sensus选择器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